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細雪鄉城 之前在九龍寨城的金生 以及規探九龍寨城罪惡之城裡面都有提過 九龍寨城是一個三不管的地方 一個盛行黃島獨的罪惡之城 今集就說一下 這宗城寨白粉檔謀殺事件又是怎樣 正式確立了港英政府 對城寨有絕對的管轄權 根據當時報紙的報道 死者名叫做鮮貴 7月24日凌晨4時 在白粉檔看檔 突然之間有三個男人去到檔口 其中一個愛好叫做白粉霸王 另外兩個 一個是肥仔 另一個是高佬 其後死者大叫 不要動手拿啊 不救之後雙方突然之間打起來 一聲慘叫聲過後 有一把聲音叫大哥 收手啊 附近居民六島之後 甚至不妙 就馬上報警了 警察到場 發現了鮮貴 被人用牛肉刀刺傷了頭 胸等等的地方 當場死亡 胸口還插著一把牛肉刀 警方看到死者身眾多到 而且現場有少量現金和白粉失蹤 警方相信了 這宗是一宗劫殺案 船隻就派出了大批警員入城寨調查 並且拘捕了三百多人進行調查 警方調查之後 就發出了通緝令 通緝了三個人 三個人在幾天之內 分別落網 他們三個分別 就是首被告 40歲的 盧根 第2被告 29歲的 司徒顯超 和第3被告 34歲的 王漢 根據首被告 盧根的致辯 死者拖欠了他們 15元 雖然已經還了5元 但仍然欠他們10元 所以就在7月24日凌晨4時 就跑去死者的檔口聚訴 死者當然說沒有錢還 他們就提出用白粉來還錢 及後死者從白粉櫃裡 拿了一包白粉出來 並且跟他們說 有本事就來拿 他們正想拿了白粉的時候 死者就跟他們發生衝突 混亂之間 死者被人捅了十幾刀 但至於哪一個是兇手 三個人就互相退堂 互相指證 講完案件的發生過程後 觀眾聽到這一刻 可能會覺得 都是一件普通的恐殺案 怎樣 或者為什麼 能夠確立港英政府 對靜寨有絕對的觀刻權 說回正題之後的內容 就是棄辱了 根據《工商日報》 1959年11月27日的報導 第三被告 王漢的代表律師 在案件開審之前 威王漢向高等法院 申請了人身保護令 他的理由就是 根據1898年 中英造借新界的條約 九龍寨城並不是英國法律管轄地區 當時造借條文寫著 雙方以99年為限期 又而定所有 現在九龍城內 駐紮之中國官員 仍可以在城內各司其事 為不得 予保衛香港之武備 有所妨礙 而在1899年 港英政府根據 女王施令 單方面廢除了清朝官員的內政執法權 但未得到清政府允許 因此不能成為一條法律 清政府在1900年 放棄了九龍寨城的主權 但當時港英政府 並沒有繼承到他們的主權 清政府滅亡之後 九龍寨城就變成了三不管的地方 即使1947年 國民政府向英方重申 有債成的管治繼承權 但港英政府並沒有同意 因此債成 用哪一套法律去管治 仍然存在著灰色地帶 甚至乎 去到港英 有沒有九龍城寨的管轄權 都仍然是一個問號 自然地 英國法庭 並不可以審理 或者拘留皇漢 一時之間 港英政府面對著挑戰管治 九龍城寨的主權問題 亦都引起了社會人士所注意 根據《華僑日報》1959年12月1日的報導 控方由處理律政司 胡頓親自出庭 並且由高級亡家大律師 莫理土協助 胡頓的理據有兩個 第一 跳躍只是定名 現時住守九龍城寨的中國官員 可以暫時行使法治權 他們有權行使法治權 是英國賦予的權利 並不代表城寨屬於中國 因此英國以英女王斥令宣布 九龍債成為新界一部分 並沒有違約 第二 英女王享有絕對的特權 英女王斥令也是國家政令 法庭的權力 都是英女王王權賦予的 所以 第二 法庭並沒有權對條約 作出喘息 及後高等法院合議庭 接立了胡頓的說法 並且指出條約內文 並沒有明確定名英國對城寨 或者我們叫做債成 沒有司法管轄權 法庭處理好 法理上爭論之後 案件就正式開審了 三人最後被陪審團 大秘書決定三個被告人 謀殺罪名成立 依次序 判處死刑 1960年3月22日 三個人痛苦應場 執行還手死刑 整個案件就告一段落 案件的發生 表面上是兇殺案 但是政府 亦都透過這件事 正式確立了 法庭 或者叫做 港英政府 對城寨有絕對的 管轄權 那